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的弟弟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全世界只剩下我的故事 男主扎克是电网研究所的成员 这一天他一觉醒来 发现无论是加油站还是大马路都空无一人 没有办法的他又拐回了研究所寻找幸存者的空隙 他意外打开了辐射泄漏的开关 期间他再次想起先前参与的闪电计划 先前的扎克就是因为参与实验 会对人类才服用了安眠药 哪成想第二天又照常醒了过来 这一下他开始慌了 起初他用广播和刷墙的方式联系尽存者 可是一连多日都没有反应 于是他干脆带着行李住进了豪宅 该吃吃该喝喝生活倒也潇洒 可是一个人的生活实在寂寞呀 于是他开始扮女装甚至大肆搞破坏 可是一个人的生活还是孤独呀 于是他想到了引蛋自尽 最后时刻扎克突然又想通了 这时候我们的女主安娜登场了 见到除自己以外的活人 两个人都非常的激动 于是瞬间呢就开启了画牢模式 本来呢两个人过得是甜甜蜜蜜 可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第三位 幸存者阿皮打破了 当晚阿皮说起了自己的遭遇 灾难发生前 她正被朋友安在水里 就在她以为自己要死翘翘的时候 却再次醒了过来 紧接着安娜也说起了自己被电吹风 击晕的草语 通过三人遭遇的共性 扎克猜测他们并没有死 而是因为他们刚好在 浩劫的发生的瞬间处在死亡边缘 所以才得以幸存 不久扎克再次发现异常 他检测到地球将再次发生浩劫 话音刚落 他们就经历了空间分离 好在最后又恢复了正常 这一回扎克更加坚定了浩劫的真实性 他认为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电网的实验基地 虽然阿皮不认同这个想法 但他还是带着安娜一起去了 因为先前扎克打开了辐射开关 所以他们并不能贸然行事 只见扎克灵光一闪 是的 他想到了自己先前制作的 无线电遥控装置 扎克提议自己回去去 而他们两人则是留在这里等他 安娜本想一同前往 但是扎克拒绝了 于是剩下的两人 就开启了友好访问 可才过20分钟 扎克就开着炸药车 冲进了实验基地 原来他早就想好了求死的办法 只是爆炸过后 他又活了下来 而且这一次 他又来到了一个素未谋面的星球 开放式的结局 我们无踪得知 到底是不是扎克躲过了浩劫 只是这一次 世界上又剩下他一个人了 好了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